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时想着说分成两期 然后再等一等 后来一等就找不着文件了 就是因为我们礼拜二推出了圣诞特辑 这次圣诞特辑有三集 都是亲子影评系列 那我们都认为传扬圣经价值观 那有两个方面 一个呢是这些大众媒体 你看电影 你看着看着 就接受它的价值观了 那还有另外一个方面 从孩子就开始要看电影 就要开始看读书 那这些孩子的内容呢 其实从小就会对他们有影响 我们上次有放过一个跟迪士尼相关的 那这一次呢 亲子影评呢 都是圣诞期间 大家比较熟悉的电影 或者说 你可能看过这一部 看过那一部 圣诞期间嘛 一个是电影也多 二个是 圣诞期间的经典电影也多 三个是 有可能大家时间也多 所以我们放了第一集 是礼拜二的 礼拜二播放 如果你还没有看的话 请务必去看 然后敬请期待第二第三集 都会在接下来的一周 把它上传 让关注成光的朋友们知道 我们这亲子影评 这三个系列 也充分的传递了 我们的价值观 好 那说起这世界上的事 那就多了 第一个我再更正一下 已经得两个礼拜前了吧 我说世界杯八强 都是欧洲和南美 那我是真的看错了 我正以为是摩纳哥 原来是摩洛哥 摩洛哥是非洲的国家 当然离欧洲也不远 所以当时说八强 都是欧洲和南美球队 其实说错了一个 那一下没跟正 你看到现在 都开世界杯决赛了 阿根廷对法国 还是像传统的世界杯一样 一个是南美的球队 一个是欧洲的球队 那另外一个事呢 就是其实礼拜二 我们有一件蛮重要的事情 我们曾经关注的 这个320亿美元 320亿啊 32 billion 灰飞页面 那个主人公 这个主角 SBF 终于被抓了 而且有美国的司法部 对他们进行了 对他进行了八项的指控 那当然他本来是要去国会听证的 如果他去了国会听证 讲着讲着他也会被抓的 至于是不是 是什么样的罪名 让他最后被定罪 这个咱们 必须得要 关注 必须得要等一段时间 因为 这是美国的司法程序 无论你觉得是怎么样 但是我 无论我们怎么觉得说 这个显然他犯罪了 但是走这个司法程序 是非常有必要的 因为这样也可以 也可以尽量减少那些 无辜被指控 无辜被定罪的人 SBF终于被抓了 那这两天呢 其实还有个事 就是Elon Musk 封了一些 或者说 就是暂时封了一些 主流媒体的记者的号 引起了轩然大波 这些主流媒体 就拿这个说事 拿这个说事说 你看Elon Musk 现在 他说是free speech 但是呢 他也封号 那Elon Musk 当然说 他有一些规矩了 那这些呢 我们 让子弹飞一会儿 让他慢慢的 慢慢的发酵 就是你要 你一个平台有规矩 你得要解释得了 你为什么封这些号 那其实 从Twitter files来看呢 有些东西 就连封川普的号 我们不是说过吗 第三部分 封在1月8号 把川普的号 永久封号 其实他们内部说 是找不出来规矩的 他们 主要是受到了 很多 名人的压力 所以他们就决定 把他封了 那这一次呢 Elon Musk 他是不是能够根据现有的规矩 给出说法来 我们要 我们要再等候一下 好 那我们今天要进入正题了 这个正题啊 都不太算是新闻了 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件 非常有意思的事情 值得我们从这里 说开来 就是在 在最高法院的网站上 你如果找 No.22380 第22-380案卷的话 你都可以找得到的 这个呢 是由 Raylan Brunson 状告 前总 副总统 前 那个时候是副总统 在那个时候是副总统 前副总统拜登 哈里斯 副总统彭斯和385名国会议员 因为他们 投票反对 这个一些事情 然后违反了他们的就职誓言 而这个诉讼 为什么值得我们 在这里说一下呢 我先说一下这个的背景 这其实是有两个案件 一个案件 是在 是Loy Brunson 提出的诉讼 现在仍然在犹他州的联邦法院审理 另外一个案件呢 是Raylan Brunson 已经 到了最高法院了 你听这两个人的 这个 last name 就是他们的姓都是一样 你大概也猜得出来 他们是兄弟 确实他们是四兄弟 这四兄弟呢 都不是律师 都不是律师 只有其中一个 他受过一定的 这个法律方面的训练 还是以自学为主 那这四兄弟呢 过去这两年吧 花了不少的功夫了 那他们 这个提起的诉讼呢 从我有限的来看 这就是相当有水平的 就是我得要跟大家再讲清楚 我们随着时间的变化 人们的情绪是会变化 所以我在很多时候讲到大选舞弊的事情的时候 比如2020年的大选舞弊 我是在描述美国的选民 就有选票权的这些民众 他们的情绪已经发生变化了 到今天为止 到我至少我所观察到的 大部分人已经不太关注大选舞弊的事情 而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这已经是 以过去时嘛 所以我们在这里说到了几次 我们并不是否认 2020年有大选舞弊 可是我们在说 就算那次的比赛 因着出现了 就像比赛嘛 出现了一些事情导致了 结果不公平 我们现在必须要往前看 2022年 有虽然这个参众两院的选举 并不是让 并不让这个共和党的选民 或者让知识保守主义理念的人 那么觉得欢欣鼓舞 但是里头有一些好的现象 第一个就是把众议院拿回来了 所以明年一月份会看见很多 听众会让民众得知更多的信息 另外一个呢 就是根据佛州的 佛州啊 德州啊 这些大选的 这个绝对性的 这个胜利 可以看得出来 共和党的 这个可以代表保守派的理念 而且他也可以 也可以找得出办法来 真的有 有办法 有路可走 并不是很多人所说的 不把2020大选舞弊解决 就没有前途 那这个是我们在说的意思 这也是我们发现 在2022年的中期选举 如果有个候选人 他主要的 主要的这个推动 是说要更正2020大选舞弊 他们大部分都没有选上 有这些抢 稍微讲一下 但是他应该是 主要是 他要run on other platform 他需要讲 我到底作为 我选这个职位 我要给我所代表的民众 带来什么 带来什么解决方案 带来什么施政纲理 带来什么 我认为往前会有什么议题 这是我们在讲到 大选舞弊的切入点 我今天为什么要讲这个事 因为这个是跟司法相关 跟司法相关 当我们跟司法相关的时候 那这个回去讲一些案子 是很有必要的 但这个就要有 你就要符合现有的规则 那符合现有的规则 我就说这个bronson brothers 这他们做的就是慢工出细活 他一个是还在犹太州的联邦法院 另外一个已经告到了最高法院了 那最高法院呢 最高法院是在11月30号 11月30号就把他接收进来 而且决定了说 他们九位大法官会在2023年的1月6号 为什么选1月6号我也不知道 但是呢 他们会在1月6号开会讨论 并且投票决定 是不是要听证 如果他们听证的话 那就会是一个非常透明的过程 因为最高法院的听证 是美国民众都可以听 都可以听得到的 至于在1月6号是怎么投票 那我们只能等到1月6号之后 才会知道了 那在这过程当中呢 其实美国的现有的 就是美国现在的司法部的副检察长 他们这个系统很复杂 他这个叫Solicitor General 反正是在Attorney General的手下 他又不是Deputy Attorney General 那我看我找了一下 这中文他又翻译成副检察长 反正是他是美国司法部的第4号人物 他就放弃了 对这起诉讼做回应的权利 所以呢 最高法院 就是允许在最高法院 因为被告方 被告方就是美国 应该说这个美国的司法部可以介入 但是他说我放弃了 所以这个案件呢 就会真的是在1月6号 由9位大法官 就是就要做决定了 是不是要开听证会 我在这里啊 我得说我们确实受到了很大程度上 这个翻译的困扰 比如我们在讲到美国的三权分立的时候 讲美国三权分立的时候 我们说过 立法是国会两院的事情 执法是美国总统带着他的内阁所做的事情 那司法呢 是美国的法院系统 那在美国的宪法的第一部分 是讲到立法 因为立法的全都是人民代表 那这个人民代表是有参议院 有众议院 他代表不同的人数 那这两院还要合作 然后他们才可以立得出符合宪法的法律 那执法呢 就是美国总统 其实他们的权力是有限的 他们只能在现有的法律的基础上才能执法吧 才能执法 这是他们美国宪法的第二部分 美国宪法第三部分呢 就是司法是美国的法院系统 他美国宪法第三部分呢 他只讲了要成立最高法院 Supreme Court 其他的法院呢 又都是美国国会授权成立 而美国国会授权成立的这些呢 到目前到今年2022年啊 仍然是94间District Court 13间Court of Appears 就是94间联邦的地区法院 13间巡回法庭 像我所住的德州 就属于第五巡回法庭 那第五巡回法庭的总部呢 是在New Orleans 在新二两 那这13间巡回法庭 再往上就是最高法院 如果你有一个案子 你真的要在联邦法院系统打的话 你要先从地区法院 然后再上告到巡回法院 然后还是摆不平 就上告到最高法院 那这个后面这些巡回法庭呢 这个地区法院呢 这些没有在宪法上写清 那他是跟什么需要多少间呢 在哪里啊 这个都是国会要授权的 你随着人数增多嘛 他一开始哪需要这么多 巡回法庭 这么多这个地区法庭呢 这都是联邦系统的 每个州都有他的 每个州有各有各他的系统 那我们再讲到这些 巡回法庭呢 这些法官 每个巡回法庭都有很多法官 这些也都是总统要提名 然后参议院要认可 所以你就看见 在司法系统里头 其实三个权力又都与之相关 那你再要讲 比如国会立的法 那他至少他原则上 应该按照宪法精神 但他可能不是在宪法精神呢 最高法院是可以判定 某项立法是违宪 一旦违宪就不能执行了 所以美国的三权分立 是这个我们时不时就讲一下 时不时讲一下 那在中文里头呢 真的是因为他翻译的问题 就容易给人带来错误的理解 比如中文把美国总统 所直接领导的 Attorney General 翻译成司法部 其实他只能说是执行法律的 那个部门 那应该说就着刑事犯罪 为主的这个部门 就是专门调查 就有点像警察部门 但是你又不能用警察部 因为用警察部门 你就想到咱们中国大陆来的这个背景 就想到是公安部什么的 很难翻译 我可以理解 但是他一旦翻译成司法部 你就以为美国的司法部 是三权分立的另一支 这个错误翻译 这害死人 那你要 我想我们大部分陈光听众会英文 你就记得Attorney General 是在执法这个部分 他跟司法系统没有关系 他相当于是可以提起诉讼 最后判定的还得是法院系统 那我上个礼拜六 再往外扯远一点 就是翻译 那你别说翻译还真能够带来很大的这个 这个误解 以及印象 像上个礼拜六 我去这个本地这个Origin的Orchestra 就是高中的 那当然是因为孩子在那里 我才会去听一下 但是一听这首曲子熟悉 所以我就放在 今天放 待会儿曲子放开头 放开头就是 哎呀我福尔塔瓦盒 福尔塔瓦盒 那个是杰克作家 杰克作家斯梅塔纳所做的 他这个关于 关于这个 整个 整个曲子 怎么样描绘出 这个 model 我们中文翻译成福尔塔瓦盒 但是这在英文世界里呢 你要你要用福尔塔瓦盒 就说不出来这个曲子 你就要用model 这个model又是德文 这个又牵着到欧洲的历史了 但是 那个盒既可以叫福尔塔瓦盒 也可以叫model盒 那这个曲子呢 就是moldau 你就可以查得到 这个怎么样描绘 这条盒从上游到下游 如是如画的景色 他这个 这个很美的 这个曲子 我前面只能放那么一小段 一点点 你有兴趣 你用model 或者福尔塔瓦盒 你很容易查得到这个曲子的 你很可能也都听过 那我在中国的时候 我听到这个曲子的时候 从来都是被告诉 这个曲子是 一套组曲 就是 就是这只是其中一部分 六首曲子之一 那这个整个曲子叫什么呢 叫我的祖国 哇 我一想我的祖国 咱也听过我的祖国 这首歌 然后就一下联系起来 一下联系起来以后 我的祖国 那你就想着 这就是意识形态 对吧 你哪怕看到 大好的河川 各样的美丽的景色 你也想到这是 这是党啊 国家的恩惠啊 但你要是 你要是看那个英文翻译 好 那杰克语咱不懂啊 Move last 我也不懂啊 但是你要是看 哪怕是英文翻译 My fatherland 你就比较能够体会得到 其实这个斯梅塔纳 当他写的时候 他是想到了 杰克的悠久的历史 美丽的景色 然后他把他的这个理解写进去 跟当时的政权 他没有什么关系的呀 哎呀 我这虽然扯远了点 但是我就想用这个做个例子 我在 我这之所以能讲 就是当时一看 哟 什么曲子 我都挺熟的 怎么叫model 哦 原来是德文 德文model 就是福尔塔瓦 然后再一查 福尔塔瓦河 原来这个英文叫my fatherland 我这二三十年的印象 我的祖国嘛 那肯定是像我当时听的 我的祖国那首歌 这个感觉是一样的嘛 和着人家斯梅塔纳 写的是 写的是这个捷克 或者说那个薄西米亚地区的 历史啊 那个传统啊 或者他的这个美丽的景色等等 回头来回头来 司法部这个翻译真是害死人啊 你哪怕直接翻译成公义部 我刚才想翻译成公义部好了 这执法部门嘛 执法部门他按照法律起诉 他要保证美国法律的实行 在有些层面上他要维护美国政府的法律 法律利益啊 那美国的政府和公民一样啊 你都是会会被侵犯利益的 你要怎么样打官司啊等等啊 这个是Attorney General 好我这个好像是一个插曲啊 这个插曲回来以后呢 就是当犹他州有四个兄弟 他们送了案件 其中有一个是由Raylan Brunson 去打的这个官司 我待会会会在那个caption里头 请同工把Raylan Brunson的这个网站放在那里 我也让他把Supreme Court的那个案件 那个网站也放在这里 然后大家可以自己去看 你只要会英文自己都可以找得到的 他们预备这个案件就非常的精致 所以被这个最高法院至少立案了 立案呢 他们到时候会开会投票决定 是不是要听证 一旦听证 听证完了以后 最后他们投票 投票决定了 就是最后 哇最高法院这样 这样一锤定音啊 这个在美国历史上有好多次了啊 那刚才为什么提到 Attorney General这个部门 就是目前中文翻译成司法部啊 就是你要翻译成公益部 whatever 那他里头这个 这个第四把手 Celester General 他就决定说 这个事儿 反正你虽然你告的是美国的官员 政府官员 但我不管了 我就让最高法院去判吧 我就不在这里头再提供什么事情 然后耽误时间了 你爱弄弄去吧 你爱弄弄去吧 那我们最后讲一下这个案件到底 他是在关键点在什么 在关键关键点呢 他的这个诉讼如果最高法院听证了 然后最后判决 Raylan Brunson赢了的话 这个会改变一个 什么面貌呢 并不会就此判定 大选无效 不会的 不会的啊 那我一再告诉弟兄姊妹 这个细节啊 告诉听证况的朋友们 这个细节很重要 细节很重要 朋友们啊 细节很重要 就算这个案件 1月6号 被听了 被送到听证会 就算最后最高法院判 Raylan Brunson赢 他也不会 说明 也不会否定 大选的结果 大选结果 你喜欢也好 不喜欢也好 你就是流过泪也好 你就是得接受 那个比赛已经结束了 拜登已经做了两年多的总统了 你这个案件是为了 把当时的一些事情 用美国现有的司法体系 现有的这个三权分立的体系 然后其中这个有关他 有关他这个裁判不对 就用这个比喻嘛 你最后只能通过 联邦法院系统来解决 那这又是一个 到目前为止 相当成功的一个案例 就是他送到了最高法院 而且最高法院 先接受下来 然后他们下一步 决定是不是听证 这个是很有水平的事情的 哎呀我真的是佩服他们 佩服他们 他们一定耐得住寂寞 做很多细致的 这个工作 但即便他们赢了 说明什么问题呢 说明就是 从现在开始 很多递到联邦法院的这些 这个案子啊 因为当时不是递到很多案子吗 直接就被联邦法院 就是地区法院就把它 把它就 就直接毙掉了 那很多就改变这些的 这个 这个处理方式 打开了 就是会让将来有很多的 举出具体的 舞弊的这些事情呢 这些案件呢 会更加容易的 从联邦地区法院 到巡回法院 到最高法院 所以这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 但是因为有四个兄弟 他们坚持做这个事情 现在已经开始有一点眉目了 我盼望我们的成光听众能够听得 听得明白 有些事情 你是需要 根据现在选民的 就是现在这些 接下来就是2024的总统大选 这些选民的 目前的大致的 因为民意调查 你还真不能忽略掉的 根据或者你平常 时不时的听一下 时不时跟不同的人讲讲话 你应该会 随便聊聊天的时候 你也会大概了解一下 那这些呢 是属于你选 选国会代表 选总统 那你选州长 这些呢 你这样的比赛 你必须往前走了 你只能往前推动了 我个人做这样的判断 到了2024年 不管是谁 不管是谁 他如果主要的议题 还是2020年大选舞弊 一定选不上 哎呀 我这经常一定 我太太就要说 你这预测了 对吧 你这预测了一般都不准 哎呀 我这预测本来就不准 我们 我们不知道 2024年会怎么样 但是我刚才说的那个意思吧 对吧 这个语言没有 咱现在讲的是播客 又不是在做法律讲座 2024年 美国的民情 根据目前我们所看到的 他就不会主要关注2020年大选的舞弊是怎么样 那当时一定是看 2024年能不能选出一位 总统能不能选出许多的参议员和所有的众议员 能不能选出很多州的州长 还有很多各级的官员 他们到底对接下来 2024往前 美国的这个 这个公共政策呀 以及各样事情 他有什么 他往前能够能够做什么 对吧 他能够做什么 那 他们的核心就是要维持宪法呀 捍卫宪法呀 对捍卫宪法的这个原 这个意思啊等等 那这是一支嘛 这是一支 这个是随着时间要往前移动的 一定要往前移动的 就好比这个世界杯在 这一届很快就完了 那我也不知道礼拜天 阿根廷和法国会打成什么样 那这个比赛结束了 最后裁判一判了 谁是冠军就是冠军 你服也得服 你不服也得服 可是你还往前 你你你还有2026年 那你再往前 你比如说到了2024 2025年的时候 你再回头讲 这个这个准备比赛的时候 你回头就不是主要说 哎呀2022 2022年怎么不公平 或者2018年怎么不公平 就要往前呢 好 在这个同时 另外一条线呢 就是这个Brunson Brother 这个案件做例子 就他们需要 让美国的这个司法系统 就好比是美国的宪法裁判 美国的法律裁判 得让他们知道 你有些什么规矩 得改 你有些什么规矩 得要从联邦最高法院 这是联邦最高法院 做的最高 做的决定 那就是一锤定音 一锤定音 这个有好多这样的例子 我们前段时间讲过一些 我以后有机会再专门做一些 关于最高法院的案例 我们其实有些精品小食品 也做了的 这些是为了什么呢 这些是为了 在规矩上 该要搬正的地方 就得搬 那这个都是细水长流的工作 那这个呢 我们就得要按照现有的体系来做 你说这个时候 你说情绪上 觉得他们太那个了 那 你觉得他太武断 我觉得他也武断 这都说不算 你就得要按照现有的这些法律程序 这是为什么美国那么多法学院呢 美国那么多律师啊 法官呢 好处在于 我当然知道 大家这个有不满情绪 我也不知道 你到底有多么不满 但是 我还有一直听 在开车的时候 听着说 哎呀 美国就是这律师把这些事情搞乱了的 要是美国律师都歇 都歇着 可能 这个 现在不至于这样 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嘛 如果律师团队 法官团队 越来越 越来越不遵照宪法精神 越来越没有公益的 公益的 这个战斗力 那他可能 就给这个国家带来损害啊 但是你也不能一概而论嘛 对吧 律师和律师还不同呢 法官和法官还不同呢 但他们都能够 希望他们都能认同 就是美国现有的司法制度嘛 这三权分立 以及这个作为裁判性的是 是各层的法院嘛 那在这个的话 我们保守主义理念的 英美保守主义理念的 应该是强调不要做革命呢 你现有的 现有的三权分立制度很好啊 不是很好 就是目前来说 没有人类力 目前这个人类的国家 就这个最好啊 那回到 回到说这个当年 两百多年前 美国宪法的制定 你不能说 它是一个完美的 对吧 但是它确实 确实是在人类宪法当中 那是一个划时代的呀 那真的一个划时代的 可以让美国这两百多年 相对来说是 是相当的稳 稳步的在往 在发展啊 那而宪法却没有改变呢 它可以做一定的修正案呢 这是一件值得我们 英美保守主义的人 这个支持的事情 好 回头 就结束在这里吧 就是这 Branston Brother 他们能够把一个案件 告到最高法院 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那在1月6号 我们会看到一个决定 那这个决定 如果是能够听证 那么就非常值得我们 去关注 就这个听证 到时候这个案件会怎么判 其实今年 2023年吧 不是今年 2023年6月 还会像2022年6月一样 最高法院会判几个案件 会给美国带来很大的影响 好 那我们今天节目呢 就做到这里 最后还是要请大家 务必关注 亲子影评 就圣诞特辑的第二集和第三集 我们会在接下来的一周之内 把它放上去 也盼望我们的听众朋友 在圣诞期间 多看有意义 又有趣 又有意义的电影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